有了蒋哥已经落地 差不多8年的区块链应用 要不要 好 8年 我们的应用都8年了 对 大家觉得区块链发明人是谁 区块链发明人大家认为是中本聪 其实真正的稍用级的 区块链基础设施的发明人 是埃沙尼亚政府 沙尼亚的塔林科技大学 在2007年的时候 就提出了这个叫Murker Chain的 它底层的这个链式数据架构 以及像一个共识网络 然后后来有了一个项目 叫做e-residency 数字公民 以及后面又有一个项目 叫做digital nation 电子国家 然后这个项目 它为什么说已经落地很久了 因为我现在随时随地 就可以用我的数字 埃沙尼亚数字公民身份证 在我的这个接口上面 去进行数字签名 我做所有文字的数字签名 在埃沙尼亚的国家 区块链数据库里面 都记录下来 然后埃沙尼亚所有的 它的你说离婚结婚 全部是电子的 你说的这个政府的文件的证明 全部是电子的 然后厉害在什么程度呢 它把埃沙尼亚政府 它把当中的这个 我们叫默克尔根 就是整个的数字索引的索引 每天实时地更新在 这个报纸网页上 就是报纸的这个网页上 那随时都可以比对 你这个签名 这个文字 或者说这个文件是真是假 这个应用到现在为止 已经七年了 而且全埃沙尼亚人 全在用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 我们说区块链没有应用 其实区块链应用 就放在那边 它不是一个仅仅解决 什么打车吃饭的问题 它解决的是一个 国家政务基础设施的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